手游酷玩 大家好 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这个游戏啊 我先说一下名字吧 叫做果冻一味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好吃 已经好久没有吃果冻了 这童年的回忆 然后之后因为这个果冻 出现了很多事件 什么导致孩子窒息 或者是检查出什么塑料成分过多 然后我就再也没吃过 有点害怕 也不是害怕 我这么大人了 你说怕他干嘛 这个游戏啊 我原本想给大家录的是 通关机器 这是我的梦想 但是呢最后完成了 失败紧急 这个游戏其实它是没有失败 这么一说的 你就是怎么创 它都不会算你失败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明白我的意思 可以看我这地方 其实是安全通过了 但是啊 其实哎 完了 刚说完 除了这种啊 就是你不是这种 就是怎么说 就是掉下去的话啊 这个栏杆 你必须得等于它的宽度 或者大于它的宽度 它才算你成功 像这种啊 你直接创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 你知道吗 但是怎么说呢 也算是做了一起这个失败积积了 因为我并没有全部都是 一下没创造通关 游戏本身呢 我给大概三星人的评价 但是如果单论游戏本身做的质量啊 我大概给五星 因为游戏其实做的非常好 但是 我个人认为这游戏的两个缺点啊 我有点大言不惭了 我这没做过游戏 我瞎说啊 就是大家当笑话一笑而过啊 就当那个壁牌气体啊 就一停就得了 首先我自己玩玩的感受 第一点 游戏本身做的其实不算太难啊 这个不得不承认 即使我失败了这么多回 它确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游戏 第二点 游戏本身的极致设计的 我有点没太看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会儿大家又发现了啊 首先第一点 我确实是点击屏幕 控制我这个方块的变化 这个 无可厚非 我自己这块玩明白了 我确实是通过控制这个方块 通过点击屏幕来控制这个方块 到底是变成什么样子啊 这个确实 怎么说 就是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 但是 怎么控制 你是控制方块了 对吧 像我这种啊 我直接硬顶啊 也一样 你确实是控制方块了 这没有问题啊 但是啊 大家永远都没有想到的是 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哪呢 就是你控制这个方块 它变大的什么 力度厚度高度平衡啊 都是自己控制啊 这不会兄弟 我只能这么高你了 我确实是不会啊 我玩这么长时间 我都没他玩明白 他这个机制到底是啥 你知道吗 就是我感觉他每次 我一滑动啊 他不是变大就是变小 但是他这个 就是位置让人很尴尬 你知道吗 那这地方也是啊 再一次挑战 但是我这个 你靠这地也要过的啊 我的妈呀 我就怕给他全创碎了 你知道吗 哎 有点难受啊 这确实是暴露我的智商了 那今天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 叫做国动一位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戏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戏的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